近期 春季入伍的新兵们已经进入到火热的训练阶段 他们现在训练的是什么科目 能不能适应新兵连的生活 近日 记者来到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 了解新兵的成长历程 我叫卢亚辉 来自河南省几元市 刚来还是有点不适应的 身子上还出了疹子 就是太潮湿了 每天训练都挺苦的 然后每天出大量的汗 刚来的时候对这边饭菜啊 环境都不是很适应 我叫环元净 我来自海南万宁 然后今年18岁 训练当中真的就是特别累 特别辛苦 就是跑三公里的时候 做仰卧起坐的时候 做区域旋锤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是要锻炼我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第一次占军资 踢正步 第一次扛钢枪 练战术 如何实现从民到兵的转变 两位教练员进行了解答 我们会从军资 一个眼神 一个手型 一个面部表情 以及对列距离 要求新兵做到吃苦耐劳 所有的动作都在军资的基础之上完成 所以军资还是尤其重要 还有就是服从意识 我觉得作为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 要搞明白自己为谁打仗 为谁当兵 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成长和改变的过程是不易的 王璐书说 他经常会与新兵沟通了解 让他们了解自己所做训练的必要性 促使他们进行发自内心的改变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我要整理内务 这个对我们的战斗力提高有什么作用 但是我们就跟他讲 如果你连自己都收拾不明白 那怎么可以指挥 让你去打仗 让你去做其他事情 对 我们会举例子 让他听得明白 而不是讲大白话这种东西 作风养成最好的体现方式就是队列 我们会拿影像去记录 我们包括日常养成我们都会去拍摄 就是会让他们自己去看 他是不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让他们一眼就看出他自己的问题的存在 而不是让别人告诉他 作为海军训练基地 这里对新兵的训练还有一些特别的课目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军营生活 新兵们正在成长和改变的过程中 对于未来他们充满希望 变化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在体能这一块 包括在行为举止上这一块 以前可能在大学期间里面比较懒散 来到这里之后 通过部队的这个定点时间规律 生活作息之后 我感觉到每一天都非常的过得非常的充实 我也想上舰 然后成为一名水面舰艇部队的海军战士 由于大家就是整个集体都在一起训练跑步 然后在跑步的过程中 可能也会有很多次想要放弃的机会 但是班长的鼓励以及战友的就是骨气加油 都会让我觉得我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还能再跑一圈 还能再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到达终点 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有机会上的航母上 然后去见识更多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谢谢